大家好 我是田园阿婆 今天要分享一个烤鸡肉串的小妙招 我用鸡腿肉口感会更好 切成不大不小的快 腌料非常随意 我这里用盐 黑胡椒粉 我自己做的马萨拉粉 以及辣椒粉 再加上酸奶 你可以随意用自己喜欢的香料来腌 把它抓匀 腌制至少4个小时 土豆去皮 对半切开 土豆平放在烤盘上 再把洋葱 灯笼椒 或者胡萝卜之类的蔬菜 切成片状 把竹签像这样插在土豆上 接着就可以把鸡肉串上了 中间比较大块的鸡肉 可以用蔬菜片间隔一下 比较容易熟 不过鸡肉本来就很容易熟透 所以不放蔬菜也没问题 考虑到烤箱的高度 多出来的竹签 剪断 在鸡肉上面刷一些油 盘底还可以放一些小土豆 撒一些盐和黑胡椒粉 调味 一会儿鸡肉留下来的油和汁 会让土豆非常好吃 烤箱预热400华氏度 最好测掉一层烤架 放在底层烤 大约是20-25分钟 看鸡肉的大小 这样烤鸡肉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干净整洁 速度又快 搭配米饭或者土豆 都是非常好的 好吧 更多的生活小俏们 关注田园生活分享副频道 谢谢大家